不少民众想必对于润年,润月都不陌生,而每四年一次的2月29日,其实就是珍贵的润日,这一年也是所谓的润年,会有366天。 准确来说,非润年的每一年都有365.2422天,而四年差值构成一天,所以是润年,累积至一个月之后就会多出一个月,所以称为润月,目的是为了弥补人为规定的近年与地球公转产生的差异或冲突。 众所周知,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需耗时一年,然而地球的回归年并非刚好365天整,而是365.2422天。 也就是说每过一年会多出0.2422的误差,这时我们就会在第四年加上一天补正这个误差,这一天就是传说中四年一次的2月29日,这一年也被称作润年,其他年份则被视为平年。 然而因为四年误差仅0.9688天,不足一日,补上一天的结果就是每隔四年又会多算0.0312天,如果按照四年一润的规则修正,那么每100年后又会多出25天的润日。 为了修正这样的误差,现行西元立法便设计了逢四的倍数为润年,但逢100的倍数不润,100的倍数中,逢400的倍数仍然是润年的规则,因此坊间也流传着四年一润,百年不润,四百年再润的说。